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人的开心啊快乐啊悲伤啊 都是随着你心在懂啊 万物为心造啊 你的心是在变化 你心认为我现在很安静 我现在很安静 你可能就安静了 你的心认为哎呀我怎么这么烦躁 哎呀我控制不住了 你就真的会控制不住 这就是你的心啊 所以你的思想和内在的分别心 你的观念都会给你内心起到波涛 就等于一个婴儿生下来的时候 是没有想法的 他的心很平静像大海一样 但是他逐渐长大之后 在他的人生的风浪当中 风风雨雨当中 有了风 有了浪 他接触的事情越来越多 这个孩子 他的主观意识 开始变化 他的第六意识 开始成长 等到他第六意识 慢慢的成长 长成后 慢慢的变成一个习惯性的思维 那么他就产生了喜怒哀乐 为什么叫习惯性思维 过去科学家做个实验 跟小孩子说 哭 就做个脸像给他看 笑 然后跟小孩子说 你笑呀 你现在开始笑 然后就做个样子 是哭的样子给小孩子 这小孩子 就是根据你所讲的 笑 他就是个哭 你说哭 他就笑 这是一种习惯性的东西 这是你的第六意识 在慢慢成长 你接受了 哪些后天习惯性的思维 那你就产生了 哪些喜怒哀乐 所以人的第六意识 其实就是一种第六感觉 所以我们经常说第六感觉 它是一种感情聚合的交织点 所以人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 又有恨啊 又有吃啊 又有贪啊 有的时候又觉得很快乐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皮厚 在骗人家的时候 他还在心想 我不是也被人家骗过吗 所以我骗他是天经地义的 所有的这一切 当你的意识 这种肮脏的和干净的意识 存在你在第六意识当中 你实际上 要学会 很快的在第七意识之前 就要把自己第六意识的感觉 要梳理干净 要返回到自信 归到本体 佛法讲的就是 找回我们自己的本性 只有找回我们自己的本性 你才会拥有佛性 所以师父现在 正在跟你们讲思想 你们本来没有想过很多事情 因为师父讲的话 引起了你们的思维 对不对 我不讲 你们不会去从这方面想吧 我一讲了 你们从这方面去想了 你们就会对师父的话 产生分别心 对不对 那有的人就觉得 师父讲的话对 有的人就讲不对 那是不是对师父的话 产生了分别意识了 所以产生讲的对和不对 那就是感而遂通 都是由感觉开始的 所以人这个感觉 而使自己的思维 慢慢的随着 某一个感觉的概念而变化 比方说我 看见了某一个人 我开始没觉得他很会吃 每一次看见他都吃了很多 那么我慢慢的思维 感觉着 哎呀 这个人怎么吃的这么多 一个概念 每一次都看到 怎么吃的这么多 那么这个这么多 就是他一个概念 那么在我的心里 就会产生变化 一看见他 就产生了一个概念 叫吃的多 所以在第一个思维之后 学佛人要懂得 你怎么来改变呢 就是当一个思维过后 你必须在第二个思维 还没有开始想之前的当中 你就必须看清 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 这师父跟你们要举例子了 因为讲得很深啊 也就是说 比方说 你今天在想佛法某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说 比方说我们吃素 吃素啊 吃素是蛮好的啊 但是吃素的人 你为什么吃蔬菜啊 蔬菜它也有生命的 植物也有生命的 好你的第一个意思 已经开始想过了 第一个意思是吃素很好 第二个意思是吃素 那么植物也有生命的 那么我们吃植物对不对 这个是第二个意思 在你第二个思维 还没开始之前的当中 你必须看清 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 就是说 你要认为 他第二个想法 那是错误的 你就必须知道 我们不杀生而吃素 所以你就 把这个第二个思维 要跟进的那个思维 完全把它要回归到 一元 这个基本理论中 也就是回归到 第一 刚刚你认识到的 吃素是一个好的 这个理论当中 而不应该产生 第二个虚拟的设想 那么用第三个正确的思维 来取代第二个思维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 吵架第一句 骂出去之后 他知道这句话骂错了 他后面一定是一个 就是比较软的那种话出来了 不会跟人家继续吵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 你听到大家说你不好 当你第一个想法是 我怎么不好了 他们又在胡说了 当你第二个思维 想去跟他们 评理的时候 跟他们争论的时候 在你这个想法 还没出来之前 你要有一个 马上感到 我要想通 我要取消第二个思维 你马上就会想 谁都会被别人讲 而用这个归还到 本体的正能量的思维 来打消你第二个思维 实际上就是 既然不动 就是回到第一个思维当中 大家听懂吗 不要让第二个思维 来扰乱你第一个思维 这叫既然不动 也就是说一个人冷静了 就算一句话讲错了 第二句 千万不要再去弥补了 越弥补越糟糕 叫做既然不动 叫感而遂通 所以能够在第一思维 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能马上找到 事物的本性 找到佛性 然后把自己的思维 迁移到不动的清净境界 也就是什么 把自己的思维 还是放在最干净的地方 控制自己心里的状态 这就是佛教界经常讲的 止观 叫你不要再看下去了 叫你止语 不要再去讲了 这就叫参禅 这就是我们六波罗蜜当中的 忍辱之心 所以佛家的思想观念讲的是 当你意念一起来的时候 你就要有修养和精进忍辱心 你又要有寂静的功德 你明明知道欲念会让你上火争吵 你要用自己寂静的冷静心 把自己内心的一种膨胀的怒火 要压下去 去纠正它 从而形成忍辱之心 所以佛法讲来讲去 讲到后来就是做人 你有这种内在的理解力 你还会跟别人吵架 你还会跟人家闹 所以自古以来 就有很多高僧大德 就是靠着内涵 内修 禅定 在这个世界上 破除了多少功高我慢 破除了多少的贪嗔痴漫夷 这就是内在的心 要像金刚 般若一样 炉炉不动 好 那么 今天呢 要跟大家呢 要讲一个 这个佛陀的故事 我们知道 今世的苦果 源于前世的恶业 这个都懂得 今世的善业 可感后世的善果 就是 要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要知未来果 今生做者是 对不对 有一次 佛陀 正在经舍中 他对诸位比丘弟子 在宣讲真理的时候 从门外走进一位 被外道差遣 而来破坏 佛陀的少女 这个少女走进来 直接的就走到了 佛陀的座前 一手指着自己的腹部 一手指着佛陀道 沙满 你害得我好苦啊 你寄予我私从 现在我友在生 你却不顾我的一切 我到处去找寻 却找不着你 原来 你躲在这里啊 逍遥安乐 为什么你家世不管 却来说这些 无用的废话 现在 你总算给我找着了 你怎么样 安置我呀 静坐在那里 听闻佛法的所有的大众 一听少女所说的话 不觉大惊 大家都心中奇怪 低头漠然 没个人讲话 这在当时有神通的 木剑连尊者 不慌不忙地 从座位当中 施展神通 变化出一只老鼠 跑入了少女的衣服里 把那扎在腹中的绳索咬断 于是藏在里面的一只脸棚 从这位少女的肚子这里掉了下来 这时候在座的弟子们见状 都喜笑颜开 惊一顿失 并且唾骂少女说道 你这个罪人啊 妄心诽谤 无赖无上正觉的人天道师啊 土地无知 才会拥宰你这个恶物啊 是啊是啊 大家都在这么讲 话声刚落 地突然之间裂开了 猛烈的火焰涌了出来 那少女就堕落了大泥里种 阿蛇师王目睹此情 心经茅术 请示佛陀说 啊 佛陀 这个女子现在 她在哪里啊 佛陀告诉她说 啊 大王 她现在 所堕落的地方 名叫 阿比尼里 大地狱 阿蛇师王 又问道 佛陀 我不明白 这女子 生不犯 杀盗 指口罩 妄语之罪 怎么会堕落 阿比地狱呢 佛陀 开始道 大王 我所说的法中 有上 中 下 三种 其实就是 生口意 而佛陀 请问你 哪种为重 哪种为重 哪种为下 佛陀说 一行最重 口行 处中 生行 在下 这个女子 所造的罪孽 就是 属于 口业 舍利弗 插口就 请问 佛陀道 啊 佛陀 为什么 这个女子 要来 诽谤 佛陀呢 佛陀告诉 舍利弗说 在 往昔的 节中 最圣如来 注释的时期 有 凡 圣 两位 法师 那 圣师 名 无 圣 因 修行 精进 正得 六 神通 所以 一切 修行者 都对他 恭敬 有加 另一位 凡 师 一般的 普通 法师 他名叫 常宽 在 修行的 功夫上 距离 无 圣 法师 相 差 圣 远 并且 他世俗的习气 很重 常闹脾气 因此 别人 对他 都 不很重视 那时候 当地 有一位 财富 震动 皇城 的 长者 就是一个 非常有钱的 城中 非常有钱的 长者 家中 有一位 很出名的 贤富 这是非常 得贤的 夫人 名叫 善幻女 得貌 俱备 善幻女 得貌俱备 善幻女 对修行者 都是尊敬 供养 尤其 是对 无圣 法师 更是 特别的 恭敬 每日的 供养 都是 常选 最可口的 食物 这是因为 无圣法师 修行 功夫上的 精进 从而得到 应有的 福报 一般人的眼光 常是有色的 有分别性的 不平等的 善幻女 对修行者 虽然 恭敬 恭养 但她 对修行者的 看法 还是有分别性 不能平等 对待 因此 因此 对那 修行 较差的 常观 法师 这位 善幻女 就不显得 那么 虔诚 因为她 对法师 有不同的 分别性 虽然 她也是 相等的 供养 但在 行动 举止上 就有 照顾 不周的 缺点 时常 现出 不恭敬 之处 这在 未证果 之前 对世间 虚幻不实 还有 执着心的 常观 法师 看来 当然 她会为自己 抱不平 于是 流言 就自然 走了出来 这位 常观 法师 逢人 就是经常 有些 造谣的说 啊 善幻女 与无圣 法师 有私 同样的 供养品 暗地里 却有 分别 佛陀 说到这里 停了一会儿 又对 舍利佛 说道 你知道 那常观 法师 是谁吗 不知道 世尊 曾经 有一事 就是我的 前生 现在 虽然 成就 佛陀 但是 淤泱未尽 所以 还得 在受 脸盆 假腹的 诽谤 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我们 夜报 非常的 可怕 所以 我们修行人 一定要 注重 口夜的 修行 所以我们人 一个人 要想成博 就要锻炼 自己的 金刚 不坏 之声 这个声 实际上 就是你的心 要 去子 成气 过去我们讲 去子 成气 气 积极精好 也就是说 学道之人 要把自己心中的污垢 去除 不要去染灼 就是 去心 垢 染 行 积 清 尽 也就是说 你只要把心里的污垢 染灼 去除 你的行为 就会变得 非常的干净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没学博之前 人 经常发怒 学博之后 就是我们明理了 我们就不会发怒 因为人在不明理的时候 他才会 无明火 所以 但凡 发怒 都是一种 违背于佛法的 精髓的一种体现 所以 真正的 学佛人 他不会发脾气 真正的学佛人 不会太肯定 自我的看法 这就是要去除执着 这样的人 才一生 少后悔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